无人机抵近我房区上空 这是对岸微博流传的最新画面 我港少卫兵拿着无线电狂联络 另一头的官兵跑出来查看 休假人员也奔走通报 陆军证实8月27号再度有民用无人机船外岛房区 这次地点在小金门 时间是傍晚5点53分 经市井4分钟后离开 说重话不排除未来会提升应处程度 对岸故意剪辑释出这段影片 也是认知作战一环 只揭露官兵通报画面 但就问现在的SOP为何 据了解先发现后立即通报 再吹哨 光波以及发射信号弹 过程中也需拍照为之后辨认所用 我们都知道来袭的是无人机 请问我们广播区里有用吗 好像没有用 你射信号弹给他 请问他看得到吗 他看得到他会做反应吗 不会 认为要等中科院的遥控无人机防御系统 明年就位太慢 专家点名有更直接方式 这是无人机干扰枪的模型 看到可以踩单兵作业 目前国安局警政单位 以及空军都有独圈陆军的前线官兵 去跟尤其是空军的单位 调拨击把这个无人机干扰枪过去应急 我觉得这是比较快的方式 我们不妨就赶快修正 相关的接战规定 甚至低线官兵使用枪切的一些准则 甚至比如说下次无人机来袭的时候 直接朝对空开枪试井 认为最重要的是要破除僵化流程 常说非常时期 要采非常手段 但这手段也要准备采好 TVBS新闻出关后留听提音台报道